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3日星期三的第一節 先去講講兩宗關於大陸方面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 就是根據英國《太陽時報》的報導所說 英國方面是打算收緊中國學者和中國留學生的簽證審批 並且限制他們不准在44個敏感領域上從事研究和學習 當然這個舉措令到大陸方面反彈非常大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根據大陸的研究數據顯示 有兩成在南海服役的解放軍潛艇官兵出現了精神問題 情況也挺嚴重的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太陽時報》的報導 根據他們所說 英國政府將會在短期內宣佈 限制中國學者和中國留學生 在44個敏感領域繼續進行工作或者學習 這44個所謂的敏感領域包括了人工智能、化學、物理、數學、電腦科學和其他工程領域 就算已經拿到簽證並且進行工作的人士 他們的簽證都將會被註銷 而英國政府通訊總部已經警告了國家大學 來自敵意國家的行動者 是鎖定了英國的學術機構 試圖竊取個人資料、研究數據和知識產權 以謀取他們的軍事、商業和獨裁者的利益 而英國外交部也知會了國家大學 將會針對那些在和國家安全相關領域工作或者學習的海外學者和研究人員 進行安全審查 而當地的一家智庫認為 在過去長期以來 英國的大學一直都是盲目地忽視了間諜、冒充科學家所帶來的風險 而英國外交部這一項令人敬佩的大膽變化 是正確回應 現在顯然已經意識到這個挑戰的嚴重性 其實英國也不是第一個國家推出類似的措施 早在去年 還是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的美國 蓬佩奧國務卿已經收緊對中國留學生簽證的審批 而且就算已經去到了美國教書或從事研究的大陸學者 他也是嚴格審查的 因為提防當中有些千人計劃的成員存在 這件事大家都記憶猶新 那麼現在就輪到英國效法這一種的措施 到底會不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 導致有其他的國家都跟隨這種做法呢 都很難說 未必不會的 因為先頭美國做這一項措施的時候 都沒有人跟著的 其實很多國家都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方面的問題了 正如當地的一個智庫組織所說 就是到底會不會有些表面上他是學者 或者是科學家的人 暗瓦底原來就是間諜 當地的情報部門一定會看得很緊 現在就終於有些措施出台了 根據報導所說 就說在2018至2019年的年度 英國一共有7,330名的中國研究生 這些就不是讀Tod Master那班 是Research Master來的 並且有3,560名的中國學者 就在英國的不同大學 擔任敏感學科的講師或者是博士後 這班人將會是受到嚴重的限制和影響 那就是總共參加了一萬人 7,300再加3,500 環球網就引述了趙立堅 在去年他針對美國取消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 簽證事件的時候的看法 當時趙立堅就說 那個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種族歧視 中國就保留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那麼在這件事件上 到底中國是能夠採取什麼的反制措施呢 是不是限制來自英國的訪問學者 在中國的大學那裡任教 還是限制來自英國的留學生 去到中國的大學那裡讀書呢 不知道到底那個數字是不是對等的呢 你有沒有回到一萬人在中國那裡教書 或者讀書呢 我都覺得很有疑問的 因為甚少聽到有英國的學生去中國留學 你說教書的都比較少 是不是 有沒有一萬人那麼多 我很大疑問 而且就算說去年 美國限制了來自中國的學者和學生 到底又採取了什麼反制措施呢 其實能不能反制呢 這個反制我覺得就不可能對等了 因為你至少在人數上都不對等了 所以後來都好像沒有什麼聲氣 現在看看到底英國將會採取這個措施的時候 大陸有什麼具體的反應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原來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醫學大學 上個月所發表的研究數據顯示 目前正在南海服役的解放軍潛艇官兵當中 有超過兩成 即是百分之二十一 參與研究的人士出現了精神的健康問題 這份研究就在上個月的美國軍事醫學期刊當中發表了 相關的研究團隊就向五百一首一名 在南海服役的潛艇官兵 派發了一份症狀自憑量表收集數據 當中有成一百零八名的潛艇官兵 是出現了有強迫症的行為 廣泛性的焦慮 以及是驅體化的障礙等等的症狀 比例就高於其他軍種的男性官兵 研究同時就發現到 造成官兵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原因 就包括了有軍事演習次數增加 就造成了那些官兵每次出海執行任務的時候 那個期間都有60至90天那麼久 另外由於海底的環境長期封閉 雨勢隔絕 睡覺的時候又面臨著非常嚴重的噪音問題 有專家就指出 說近年大陸不斷在南海海域執行軍事任務 也會加劇官兵的精神健康問題 那就是說除了軍備以外 其實人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你執行這些軍事任務 操作軍事器系 其實都是最終依靠人 原來現在有百分之二十一的 潛艇官兵出現了這些精神健康問題 平時執行普通的軍事任務 當然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去到禮真 去到埋牙那一刻 會不會對於作戰能力打了折扣呢 這裡就有個疑問了 到底精神健康問題會如何跟作戰能力扣連呢 這一份研究報告就沒有說 但是做這些研究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起碼是了解得到到底那些官兵的精神健康狀態是怎樣 就好過完全做相關的研究 連數據都沒有的 這樣就沒辦法改善了 其實不單止說老解要做 特區政府都應該要做 對不對 我們也曾經有提出過相關建議的 就是凡親那些前線公務員 他是要接觸民眾的 就很應該安排他們 去做一下這些精神健康檢查的 以免有些人可能他是狂躁症 或者是有其他的症狀 恐慌就會對於民眾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 現在不單止是那些前線公務員要做 我認為連高官都應該要做 封區、封樓、封街 到底你的科學根據在哪裏呢 是不是 你那些高官是不是都應該要試一下去做 這些精神健康檢查 不代表你一定有問題 做了沒有問題 那民眾只有一個知智 起碼都放心 你不做的時候 別人會懷疑 是不是 你的決策是怎樣做的 你的決策是否是一個 健康的 正常的精神狀態下 所作出的 這些事情 民眾應該要知道 對不對 好像昨晚 在其中一個被封街的區域 竟然有一名政府的人員 不知道是誰 總之 穿了個人防護裝備 從頭粒到腳 又穿了白色的 董太太裝 叫做 那些所謂PPE 個人防護裝備 他需要在什麼地方呢 那個女士 他有一個名牌的名貴手袋 就藍在這個PPE的外面 那你就是有問題 那套個人防護裝備 就是給你防病毒的 是不是 你外邊又加多一個手袋在外面的時候 那你就變成那套董太太裝 是Dress Coat 是不是 你當那個是時裝 那樣去穿 你有什麼可能 把手袋 背在個人防護裝備的外面 那你豈不是 那個手袋 暴露於武肺病毒當中 那你走出這個 下風街區域的時候 是不是連手袋也扔上去呢 你不會的 那你豈不是 就被人登上網 拍到出來 你說多麼肉酸 那這些是否去做檢查 那些人是否精神健康 那些人是否有些問題 那些人是 一定要做 是不是 你真是封街 人家不能上班 有些民眾是上夜班的 陰公 你拿個袋出來 好像招搖過市 那樣 難怪那些民眾是有情緒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